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題喔 他現在是說呢 LOG2等於0.3010 這以時為底 那LOG3呢 他是0.4771 那現在第一個小題呢叫我們求LOG6 那這個LOG6呢 怎麼求 6呢他就是2乘3 6就是2乘3 所以呢 帧數相乘 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兩個對數相加 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兩個對數相加 換句話說呢這邊你可以把它改寫成LOG2加LOG3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他給我們的這個數據喔 把它帶進去了 也就是呢把0.3010 再加上呢 0.4771 好那麼這樣子加出來之後呢就是這一題的答案喔 這個加出來是0.7781 好所以我們在做LOG6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這樣子來運算喔 那麼把它拆成這個 2乘3 接下來呢變成LOG2加LOG3 好那接下來呢這個第2題喔 他題目呢叫我們求這個LOG8 好LOG8 那這個LOG8呢我們也可以使用所謂的基本性值喔 因為呢 LOG8 這個8你可以把它改寫成這個 2的3次方嗎 8就是2的3次方 那我們剛才證明的那個定理裡面喔 這個次方喔 可以把它搬到LOG的前面去當係數喔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3好 從這個 對數的裡面這個次方好把它搬到前面去當係數喔 因此呢 這邊呢 就變成3 乘上 LOG2 LOG2是多少呢 0.3010 好所以這邊是0.3010 那所以這個乘起來變成多少呢 0.9030 0.9030 那這個就是使用所謂對數的性值喔 下去 执行這個所謂的基本運算喔 那接下來呢 這個第3題喔 第3題呢 他叫我們求呢 這個 LOG5 那這個題目呢 剛拿到的時候呢 看起來很奇怪喔 好像這個5呢 是等於2加3 不過呢 對數 幀數裡面沒有在相加的喔 幀數要像這個第一題 像這樣相乘的 你才可以給他改成相加 你才可以給他改成相加 所以呢 這個LOG5呢 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想到這個除法了喔 這個5喔 就是 10分之 好這個5就是10分之 那根據呢 剛才的定理喔 這個 幀數相除的話呢 你可以給他改寫成兩個對數相減喔 你可以給他改寫成兩個對數相減喔 所以呢 這邊我們可以把他改寫成LOG10-LOG2 好LOG10-LOG2 那這個 LOG10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現在是以底 以10為底喔 那我們剛才有看到那個性質喔 就是這兩個基本性質呢 LOG1一定是0喔 那這個性質呢 就是LOG A 如果以A為底的話呢 他就一定是1喔 一定是1喔 那所以以這邊來說的話喔 這個LOG10 以10為底喔 他就是1喔 他就是1 然後呢 我們再把他剪掉喔 這個LOG2 2呢 題目有給喔 就是0.3010 0.3010 所以呢 這個剪起來之後呢 他就等於 0.6990 那同學像這些題目 他基本上呢 就是希望你能夠使用對數的基本性質喔 把他 給的這些題目 都給他處理成 LOG2 LOG3這種形態 然後你再把數據呢 把他帶下去喔 好那接下來 這個第4小題喔 呃 是LOG 3喔 他這個是以2為底喔 那這個呢 要用到所謂的換底公式喔 我們等一下